指挥中心在昨天公布最新的会展的这个会议展览防疫措施 除了基本的防疫要求之外呢 只要有超过六成的展览工作人员打过了一剂疫苗 就达到了半展的门槛 不过这项规定现在被爆料 根本就没有经过专家小组会议讨论 对此陈时中证实很多事情其实都不会经过专家会议 指引是做行政上的考量 但是呢就有医生担心了贸然举办大型的展览活动 恐怕会变成防疫破口 满满人潮几包会场防疫降级前 这类大型展览只能被迫延期或取消 但19号指挥中心公布最新的会议展览防疫指引 其中除了基本防疫措施之外 只要有超过六成以上的工作人员 施打过第一剂疫苗就达到举办门槛 但这项规定现在被踢爆 根本没经过专家会议讨论就上路 半展恐怕成为大型防疫破口 我们很多次都没有专家会议 我们指引大部分都是在行政上面做考量 摊开展览表其实从十月初开始 包含旅展 妇幼展 宠物展到电脑展都将陆续登场 但新指引却只特别要求 所有工作人员入管前只要有三日内快筛 PCR阴性或是注射疫苗证明三择一 并且符合整个场馆有60%以上人员打过第一剂疫苗 但展览难避免人潮聚集和互动 这些防疫真的够吗 六成的人打第一剂还是不能形成族群免疫 不管你打哪一种疫苗 如果你只打一剂对Delta的话是三成的保护力 甚至到有很低到两成的 国内大概就是五六成人打第一剂的 你不能不同步至少要做到这一点 抗疫同时想要经济复苏 防疫措施放宽是在必行 但危害人传家讨论就拍板 配套一旦不足 难保不会再爆发新一波疫情 接下来是一六一台报道